文婉有被說服嗎 你看很幸福 完全沒有 我說你怎麼這麼固執 沒有 我只是完全就是 這個非常非常就是說 冷靜的在傾聽 然後也祝福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 應該是講說 狀況都不一樣 是 OK 那你說那你難道沒有 從前一段學會就是說 敞開 就是學到錯誤 然後敞開 面對下一段 前一段讓我覺得就是說 也不是說什麼 應該是講說上上前 然後那個其實對我的傷害很重 然後一直到大家就是說 這十幾年來 難道都沒有好的對象 或者是說 你要溫柔那麼多人追求 沒有 也沒有很多 沒有 可是我聽起來你真的比我多 我真的沒有 不太有人追 真的 真的 真的非常少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說 到底是 是不是我自己也有一個 就是形象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說你看起來就是 但是你釋放的就是說 婚姻很不好 婚姻不好 你不想解肋 對 可是可以 我有說 可以抖的 我覺得就是每個人都 研究是說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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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互相陪伴 我大概懂意思 可是我是開玩笑歸開玩笑 但是重點是真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會單十幾年好快 可是我就 我真心覺得就是說 可能隨著孩子大了 我覺得我自己過分獨立 因為過去那段時間太辛苦 然後呢 太拼搏 所以導致我這個這個感覺 就是說好像也不需要這個人來 我會比較想說 他給我 他對我的實際的 可以講說 需求是什麼 自由的感覺 比一個人過得所謂孤單寂寞 還要甜美 政大各位老實講 我從來不會覺得孤單寂寞 完全沒有 我覺得 反而覺得是一種 我覺得自由真的是 他雖然看不到 摸不到 但是他給你的那種 很大的那個含氧量 是你無法形容 最次的握手 最好的含氧量 真的 我可以這樣來 浴室還能握個手 你看吧 你看吧 現在是第二個男人 就是這麼 兩票對兩票 對啊 第二個男人 就已經這麼體貼了 不會到來 你知道嗎 政大哥 我們剛剛私底下不是有講嗎 其實游律師 他的太太小到八歲 那你可以小大你八歲的 那太老了 我沒辦法 我現在推他出去曬太陽 八屎 八尿 八尿 那不可能啊 因為差太多了 我覺得就是剛剛講的 天時地利人和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當年其實我後來回想起來 很可怕的是 我覺得我是盲目的崇拜 我不是說你太太 對你盲目的崇拜 而是說其實男女兩個在 就是在一起 其實有個崇拜感很重要 所以你覺得說他 你看他就覺得 哇 你可以教我很多東西 哇 在你身上 你在我面前就是發光的 可是當你覺得說 原來像我的狀況就是 那個人大我十歲 所以那時候真的就像一張白紙 講什麼我都覺得 哇 好厲害 可是這個崇拜感 或者說這個假象撕開之後 那就是很不堪嘛 那文潤Juby這樣講 那麼幸福 你還是沒有心動 我覺得他很棒 可是我沒有心動 對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們兩個真的 我覺得他講的那個仰望感 我是同意的 其實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就是他現在已經進入三婚 對 那我覺得他再婚 又再婚的那個對象 其實那個對象 都有一定的高度 也就是說他也是 我覺得女生常常會被那種 見識高的人去吸引到 我覺得這個是蠻正常的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剛剛我不是有講嗎 說臺灣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七年 男生離婚後再婚的比率是百分之二十四 對 女生百分之十二 換句話說 女生被那個婚姻嚇到的比例比男生多 對 就覺得婚姻實在不是一個好東西 是 是 就不願意再回去了 那越都會就越這樣 我跟他講臺北市 臺北市過去的十年 男生離婚後 再婚從十年前的百 千分之三十一降到現在的千分之十六 也砍半耶 千分之十六 一半耶 砍半 而且是千分之 不是百分之 就一千個人 男生只有三十一個再婚 那是十年前 現在一千個只有十六個再婚 你就占一個人 真的 過去十年 那我們就看女生 女生十年前女生再婚的比例 這是臺北市 就是很都會 對不對 千分之十二 你看 一千個才十二個 那裡面有一個叫Jubi 太稀奇了 我太稀有 然後現在降到千分之六 女生 你看 難怪我跟文人 全文所動 千分之六 換句話說 女生幾乎離婚以後 都會女性幾乎就不要再婚 就不再婚了 這個是現在的態勢 因為都會女性畢竟她經濟上更獨立 更感受到那種自由 但是這時候我有一點小小的疑問 你看二位 現在都是事業有成了 就是在自己在工作上面都有一個獨當一面的這個機會 那但是我比較有一點懷疑是如果當有一天你們慢慢慢慢的就是退居 比較退休了 或者是比較進入一個居家的生活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可能那種感覺那種對愛或是有時候找個肩膀來靠靠也挺不錯的 可能那時候的需求會多一點 是嗎 其實那個銅像也不會跑 你要肩膀靠靠 我覺得像這個問題在上一週啊 其實我們在節目有稍稍提到一下 那我覺得鄭大哥非常與時俱進 他提到了一個事情 就是現在其實不用去走那裡 現在都有AI 你如果一個人發生問題的時候 那個電影把它刺下去 人家就最高了 還是說你有做一些這個所謂的配套 其實都不用怕一個人 只要你肯願意做這樣子的一個準備 你知道嗎 鄭大哥這樣的講法 我的粉專多少的 我們姐姐妹妹們按讚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旁邊那個人 我覺得Jubi是真的相對的 就像你剛剛對著鏡頭講說 我很幸福 這個機率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我看到我周邊有很多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你知道現在的夫妻 要走到七老八十很難 因為我們今天除了提再婚以外 就是離婚率非常非常的高 常常其實一個人的機率很高 那你要走到七老八十 兩個這樣 你要這個什麼金婚贏婚 反正就是那種幾十年的夫妻很難 但是我就親眼看到就是 那種就是老伴 七老 就是幾十年在一起 老伴其中有一個突然倒了之後 你會覺得說 哇 這時候當然就是我扶持你 然後我照顧你 然後在你身邊這樣陪你人生走完 最後一段 沒有 我看到的是馬上立刻比任何人還要覺情 把你送到機構去 我不要看 不要那個 所以其實這個講起來好像我很 就是很負面 我剛剛說了嘛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實際的狀況 你們婚姻被愛害死 還可以挑有沒有 都民俊 可以挑玄冰 都民俊 有沒有想找個肩膀靠靠 不會 我剛剛有講 其實我在婚姻四年狀態中 有兩年基本上是獨立的狀態 所以其實不管你結婚還是不結婚 你都有可能或者是你有必須 自己是獨立的 我是訓練有素我覺得 就我的觀察 其實社會上還是對男女會有一些不公平 尤其是對再婚的 其實大部分男人可以接受男生再婚 可是比較去難接受女生 為什麼 男生在挑的時候 他會比較不願意去接受 我再娶一個再婚的女性 為什麼 就是男生傳統社會的 社會的感覺 所以我在很多處理離婚案件的時候 如果我看那個女生 你已經就學會撐好了 沒有 沒有 我們是緣分 剛好 沒有 我那意思是 好好講 我覺得這個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露面的胸 真的你確定 這個要去教育大家 這個要去教育大家就是說 其實不管是男生女生 沒有那個差別 可是現實狀況就是這樣子 對啦 真的現實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 因為年輕夫妻在離婚的時候 尤其是女生的時候 他會去爭監護犬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會跟他說 因為你還年輕 如果你要帶一個小孩 因為剛剛鄭大哥有講 傳統社會就把那個子女當作脫優品 女生要再再婚的時候 其實他相對來講 會比男生帶一個小孩 很多 會比較困難 所以有時候我會說 尤其是媽媽一起帶來的時候 我就會跟媽媽講說 其實你真的要一直去爭那個監護犬 因為這可能你女孩年輕 這樣如果想要有下一段的話 可能你沒有帶小孩 如果先生 大家可以把小孩照顧好很好 你不用去搶 有時候你 如果你為你下一段去考量的話 我有時候會這樣講 所以你們考量一下 那尤其是請教你 像Juby這樣子 他以後會碰到 就是馬爺他們家留下來的財產的問題 其實會有 因為你的小孩是馬爺的財產 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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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那時候 應該馬爺那時候的遺產 以及你也有繼承到 對不對 他沒什麼 他知道 就沒有說 如果你有繼承的話 那將來湯哥的 也會繼承到你的遺產 然後湯哥的小孩 也會繼承到馬爺的遺產 對 所以等於一連串這樣下來 是這樣 所以因為他們是直系的關係 對 那也 因為陰親的關係也不會 沒有 他是陰陰關係不會 就是 但是因為 湯哥的小孩會繼承到 湯哥的遺產 如果湯哥又繼承到你的遺產 你又繼承到馬爺的遺產 那這樣等於 湯哥的小孩就會繼承到 馬爺的遺產 好 這個真的 滿複雜的 複雜 對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